欢迎大家持续回来新闻1.0 那么呢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 持续和我们的力气来讨论新闻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在留言区 跟我们互动讨论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到的 就是在国际消息 也就是尾巴冲突 因为以色列还有哈马斯呢 他们是在12月1号停火破局之后呢 以色列他们持续加大他们的攻击 而且现在他们把他们整个轰炸的区域 是扩及到了加萨的南部 也就是说整个加萨地区的全境 都已经变成战场 从海上开炮空中袭击 到地面部队尝试推进 以色列军队宣布他们的军事行动 将从加萨北部扩大到加萨南部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 更特别来到前线向弟兄们喊话 掌关基地下 以军确实强硬出击 就在最近一波攻击当中 一名关键的哈马斯指挥官 已经被证实丧命 但加萨平民也很无辜 加萨南部大城 甘佑尼斯不断遭轰 医院现在已经人满为患 更惨的是根据统计 从10月7号开始 已经有180万人 大约是加萨近八成的人口 早就被迫离开家园 而就在加萨战火越演越烈之际 一艘美国军舰和多艘商船 更在附近的鸿海 遭到多架无人机袭击 夜门胡塞组织事后坦诚 这是他们为哈马斯做出的报复行动 至于被打的商船 已经表示和以色列无关 然而胡塞组织强调 只要加萨战争继续打下去 他们就会力挺哈马斯到底 TV新闻做不到 好 确实这个国际赛事 巴黎奥运也在明年要登场了 也考验着法国警方 他们的挑战能力 那我们接下来持续要来看到的是 在乌克兰还有俄罗斯的战争方面 因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先前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到了 现在很担心大家都把注意力 集中在了尾巴冲突 那么他也担心说 这样子会不会减少 对于乌克兰他们的援助呢 不过他也强调 现在逐渐是进入到了冬天 所以战争是越来越难打了 无情大炮在焦黑土地上炸开 这里是乌克兰南部 炸波罗热的罗伯纪念地区 俄军榴弹炮小队 声称在当地成功炸毁一辆 西方军援乌克兰的装甲车 但俄军攻击不止如此 当地时间周四还用8枚S300飞弹 和二十字架神封无上碟 而且con育敞 15钟 通道半十一天 普通道尾巴冯 很弹切 因为凉黃鸡 这在 Новогрод迪 为了尽快在南亦行军的冬天取得更多战果 过去24小时俄罗斯对乌克兰南部和东部一连串猛烈攻击造成至少六人身亡 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寻找炮火来源想在战场上搬回一城 在南部赫尔松 俄军不止坦克 连人员藏身据点以及火箭炮系统 透过无人机镜头都能一览无遗精准打击 而在东部的阿夫迪福卡以及利曼 乌军还用西方军援的M982神舰导引炮弹 击中俄军专门干扰乌军飞弹与无人机的电子战系统 尽管旅舰战功 恐怖的战场回忆仍在每个乌军士兵脑海回之不去 从巴赫姆特利捷归来的乌克兰士兵赛西描述上个月是如何和同胞在防空洞挺过俄军墙里待遇 Our commander dropped snacks, painkillers, water from drones, even cigarettes and the lighter we wanted to smoke As another soldier scrambled out to collect the supplies, water had become an issue as almost every bottle burst on impact 塞西先让伤的更重的战友离开,但自己的处境也越危险 因为随着敌人包围,友军越南接近塞西所在地救人 这几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频频跑前线希望振奋士气 近期他接受采访时也坦言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会吸走国际给乌克兰的援助 此外泽伦斯基特别喊话与俄罗斯关系很好的中国大陆 发挥影响力协助停货 不过基辅邮报引述消息指出 乌克兰特勤局以色连列深入炸毁未在俄罗斯境内 连接中国大陆与俄罗斯的塞维罗木伊隧道 当时有一辆运送军员和无人机物资的列车正在通行 同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来到北马奇顿参加欧洲安全组织会议 没想到要发言时许多代表纷纷离席 不要打挺乌克兰和对俄国的不满 保加利亚甚至先封锁离空 让俄罗斯专机多费五小时才抵达目的地 同样参加会议的匈牙利外长 则对别国代表离席的行为不以为然 并呼吁应该停止输送武器增加沟通 才是阻止战争持续的唯一解放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刚有人讲到确实这个乌俄战争要打完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还有人说现在已经达到进入第二个圣诞节了 各国都在持续关注双方的这个弹劾状况 但是到底会不会有进展呢 其实大家也非常的关注 所以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继续的追踪报道 而现在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在杜拜正在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峰会 没有想到在举办的这个期间呢 在各国都出现了不少的示威游行抗议 那他们主要的诉求呢 像是在比利时的布鲁赛尔就有近千人上街高喊 他们说呢没有星球B来取代现在的地球 也就是希望各国的领袖可以有更多的作为来永续发展 街道成为滚滚泥流 连带大型家具一起往前冲 蓝色大巴士陷阱被冲断的路面动弹不得 这里是东非坦上尼亚 过去几周遭声音现象印发的大雨爆红侵袭 北部山崩已经至少数十人伤亡 与此同时在印尼西苏门达拉省 潜水员和搜救队共160人仍继续寻找 因为马拉皮火山喷发 仍下落不明的十多位登山客 如同马拉皮火山喷发 抗疫气候变迁人士也高喊地球危机 已经不能再等 周末比利时布鲁塞尔就上千人冒着大雪上街 表示没有地球B可以让人类避难 今年气候峰会上 一巴停货也成为抗疫焦点 有示威者主张侵犯人权 就是让弱势族群更容易受气候变迁影响 抗疫者使用同样有红黑绿三色的西瓜 作为精神象征 避免因为回巴勒斯坦国旗遭禁止入场 就是要让他们的声音真正传达给各国当权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China观察 也是今天持续请到韵文来跟我们做分享 那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就是在 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 那么其实呢 他先前因为参与了这个反送中的运动 有遭到了判刑 不过事后呢 他是经过申请之后是到了加拿大来读书 但是近期他是不是必须要回到香港这边来做报道 但是后续他是不是有在脸书上有做一些投文 对他现在宣布说他已经是确定 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再回去香港了 他确定是要流亡加拿大 那这件事情对整个香港社会 可能或是对于整个关心香港民主的国际社会来说 都还蛮惊讶的 甚至可能会有蛮多的人是觉得 也祝福他有新的人生可以重获自由 不过呢 现在港警就说强烈谴责他气宝潜逃 批他是一生会背负着这个逃犯的罪名 我们居然看到周庭 他其实是过去香港这个民主运动一个领袖之一 非常的知名 而且擅长日文 所以负责对外的联系是非常出色的 但是他之前会入狱就是因为 这个反送中的包围警署案被关押了10个月 然后在前年的时候刑满出狱 但是出狱之后也还有更大条的罪名 就是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就是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 所以因此呢他是被保释出狱的 但是条件是每三个月要去这个 跟港警报到一次 以及他的护照是被这个国安处给扣押的 那直到今年呢 他是获得加拿大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这样录取 可以去念书 所以他向国安处去申请要去留学 要申请要去离境 但是却被要求要写下回过书 并且被强迫的去访问中国大陆深圳 去爱国教育一日游 而且全程被监视还要被拍照 被打卡当作是证据 然后呢他其实直到是他9月份 要离港前一天才拿到他的护照的哦 那原本他一定要返港的机票的 但是他现在是决定不要再回来 不要去跟港版不要去香港国安处去报到 为什么因为他说呢他不想再被迫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 因为即便这样子他可以保证他人身安全 但是他的身体跟心灵也都会崩溃的 确实他有说到说他现在是罹患了这个创伤性压力症候群 已经犹豫症 那对于他的宣布流亡海外之后呢 现在港警跟北京当局都很跳脚的批判他 香港学育女神前众志成员周婷在2021年出狱后不曾公开露面 她还背负违反港版国安法的罪名 现在宣布流亡加拿大 27岁周婷在IG发文 她被加拿大一所大学入取 为了取回被没收的护照被国安处要求写回过书自成对参与政治感到后悔 在五个香港国安人员陪同之下到深圳一日作为换取拿回护照的条件 期间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和腾讯总部 被安排深圳一日爱国行周婷透露从不否定中国的经济发展 但一个强国要将争取民主的人送入监牢限制出境 要求已进入中国大陆参观爱国展作为取回护照条件 何尝不是一种脆弱 而且在重点行程被要求拍照 如果保持沉默 那些照片或许会成为爱国的证据 那种恐惧如此有形 香港警方已就此作出回应 强烈谴责公然挑战法纪的不负责行为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是法治国家 香港是法治社会 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必然受到法律的惩处 原本香港跟加拿大有引渡逃犯条约 但是2020年加拿大单方面终止 而且联合国要求引渡协议不能涉及政治犯 好我们接下来要持续请教韵文的 就是在中美和不止贸易战 他们其实对于双方的这个太空领域的合作 也有一些限制 但是现在美国的NASA是不是有开一些先例呢 特别是针对这个嫦娥5号的部分 是不是中国这边也有一些新的发现了 确实能看到这个就是所谓的嫦娥5号 它确实有一些新的地方 因为它是2020年呢 从月球上带回一些就是新的地方 月球的土壤样品的 那一共是重达是1731克 那这也是时隔了44年之后 再次呢 人类从这月球上带回月球的这个样品 回到地球 而且也之前BBC说他们带回来的岩石呢 是相当的比较年轻的岩石的 所以现在美国NASA呢 就希望他们的国会可以开特例 好为什么 先看到是因为美国有一项法案 叫做是沃尔夫法案 这个法案是禁止呢 美中之间跟NASA跟太空科技有关的东西 有进行联合科研活动 甚至呢也禁止NASA的所有设施 不能够去接待中国的官方的访问团 因为可能会涉及到间谍罪的问题 但是也可以开特例就是要申请到 然后是给国会来说服 以及呢申请FBI联邦调查局的认可之后 就能够有开特例的这样的情形 那你看到是根据NASA内部电流显示说 他们已经向国会证明他们的意图了 希望呢可以允许他们赞助的研究员 向中国来申请这个获取 嫦娥5号采集的月球样品 为什么第一 他们认为这是有必要性的 可以让美国研究员呢 跟世界有同等的机会一起来研究 因为现在呢 中方是开放的像国际开放可以来申请做研究 以及呢 他们认为这个他们采集过来的样品呢 是NASA过去没有采集过的地方的 所以这个土壤呢是有它的特殊性质 以及呢有这个特例性 就是说这是个专案的经费 那这个开特例之后呢 其他的地方依旧禁令还是存在的 所以不会有任何可能太过的风险 好那我们这一节 谢谢韵文为我们带来的分析 好谢谢佑萱 谢谢大家 好接下来持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 还是在大陆方面的新闻 不过这是跟交通比较有关呢 是在昨天的时候 一架东方航空的班机是要前往这个香港 没有想到呢 疑似是因为引擎故障的关系 所以让他们这个机身呢 不断的左右摇晃 甚至在里头的乘客都是非常的害怕 甚至还有人说有人不断的哭泣 甚至开始写遗书了 机身座椅竟在飞行途中剧烈震动 这是中国东方航空一架班机 乘客历经空中生死一瞬间 这是东航MU271班机 原定12月3号8点10分 从上海虹桥起飞 10点50分降落香港 但是起飞一个多少时开始送餐后 飞机就出现异常 有乘客看见疑似引擎铺动故障 班机一度断电 破降厦门机场 降落之后乘客心有余悉 都快哭出来了 当破降厦门时地面出动消防队待命 所幸无人伤亡 我们无法确定这个 就是得看现场的一个安排 对于班机故障 东方航空表示歉意 但没说明具体原因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好 确实这起事件 在留言区看到有不少人讨论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惊险 而且坐在飞机里面 想当然乘客都是非常的害怕 索性最后还是顺利的 迫降在这个厦门机场 好 那刚刚在这个 留言区也看到HFS跟我打招呼 他说佑萱主播晚上好 哈喽大家 现在是6点23分 希望大家可以一边吃晚餐 一边持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平台 跟我们留言互动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 现在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 大家都知道说流感呢 是不断的飙升这个病例 不过我们来看到在大陆 不只是新冠还有出现了 梅将军肺炎的病患 是不断的飙升当中 而且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 有不少人发现到说 过去在新冠疫情 他没有使用所谓的健康码 但是现在居然在北京 还有成都 广东 各个地区都开始继续使用 广东网友发文 讲个鬼故事 绿码回来了 成都网友也跟着发 健康码重现江湖 字字句句都能感受到大陆民众 对疫情期间管控人员出行的 健康码再出现非常担忧 在大陆疫情管控期间 如果你的健康码不是绿色的 基本上像饭店医院 患者不少 许多小朋友都虚弱的掉着点滴 但人员进进出出 除了既有的安检外 管理人员并没有要求出示健康码 也没有任何标示新增进出规定 再走到过去 也要检查健康码的百货商场 一样畅行无阻 通勤族主要交通工具地铁 也没看到工作人员检查健康码 在大陆梅将军肺炎患者聚增的情况下 香港明报报导 健康码在成都 广东 北京等地 重新启用 但实际走访北京人潮聚集的场所 并没有看到报导提到的情况 就在健康码复活话题 引发网友焦虑后 成都市民热线也做出回应 北京疾控中心通报 一周内有16种法定传染病 72475例 病例数前两名分别是流感和新冠感染 大陆国家卫健委日前记者会强调 近期流行的呼吸道疾病 都是已知病原体 并没有发现新病毒 TVBS新闻程序医林敏珍 北京采访报导 好 刚刚有看到这个网友任小丽 他是讲说最好是口罩戴好戴满 也确实 现在在台湾其实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 有很多病毒是齐发的 所以呢 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新冠肺炎 好像看起来 现在是病例数非常少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病毒存在的 所以口罩最好是戴紧紧 而且勤洗手也是比较保险的 那么呢我们接下来看到的 还是发生在大陆 也就是一人五月天呢 他们近期是到大陆 举办了巡回演唱会 不过却引发了争议 因为有网友质疑说 他们是不是在对嘴假唱 不过对此呢 这个音乐公司也出面反驳 用电脑标出音准 一句一句听五月天的歌 大陆博主麦田农夫日前上传影片 質疑五月天是假唱 其中这十二首歌中假唱呢 有干杯 恋爱爱恩忌 知足 爱人错过 然后为你写下这首歌 前几句是假的 后面是真的 共计五月天在上海的演唱会 十二首中有五首都是纯假唱 见面影片一出就引发网友热议 五月天作为亚中天团 今年在世界各地都开过演唱会 十一月在上海开了八场 却被爆出假唱 大批歌迷涌进五月天所属 相信音乐的微博 要求公司尽快出声辟谣 而大陆官方单位也在三号初步回应 根据路媒报导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 回应会将情况记录下来 如果后续涉及调查 会在官方平台公布 对中一名工作人员也表示 五月天今年在北京 举办的六场演唱会上 皆有安排几名执法人员 在现场监督 主要监管表演曲目和批审内容 是否一致 而巧合的是 相信音乐也在三号晚上 PO出十二月七号的巴黎演唱会 将会全场直播 甚至hashtag 五月天邀你见证现场 似乎就是在回应夹唱风波 邀请不管是不是粉丝 都能其而见证 TVBS新闻林郁哲 林郁文综合报道 好接着我们来看到 在国道一号的桃园路段 在二号的时候 昨天呢有驾驶發現到 一旁的一台游览车 他的车顶竟然一大半都被消掉了 等于说他的车顶 完全没有任何的覆盖 也没有玻璃来遮蔽 这也让他感到说 这真的是能够开上 若没有违规吗 不过是后警方调查 发现到原来这一名驾驶 他是要把车开去维修 驾驶开上国道 看到这一幕擦擦眼睛 仔细看了看 游览车的车窗不见了 窗帘随风飘摇 超车过去更夸张 司机慢悠悠的车顶 早被消掉了一大半 通风效果真的无告赞 这辆游览车二号行进 国道一号桃园路段 准备要开去修理 而他正是十月底 没注意到限高2.5公尺 开进平正正信路地下道的 护转校车 大家好奇车撞成这样 真的能上路吗 毕竟有玻璃或是其他东西 飞出来怎么办 国道警察说 确实这样做事可行的 有物品脱落才违法 并开罚12000到18000元 不请脱掉业者 关键在于一趟少说 要5000块多的话 也将近1万元 再交维修费金额 真的太庞大 司机才会冒险上路 再来画面一转 商务车 消防车一路鸣笛前往 现场不断窜出 震震农烟 几乎快要吞掉整辆连结车 这里同样在国道一号 相距不到10公里的领口段 4号中午12点25分 48岁送信驾驶开到一半 惊觉怪怪的回头看板车起火了 立刻聆听在路间 调查后疑似是轮胎起火酿 或后方车流回堵至少3公里 最近国道状况多 不管是掉落物酿追撞 还是突发的火烧车 都让驾驶们先驚驚驚 TVS 林峻王思纯 桃园采访报道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在宜兰 有一名黄姓男子 他到超商买东西 但想说时间很短暂 所以他的车子就没有熄火 也没有锁车门 没有想到呢就被窃贼给盯上了 赶快把他的车给开走 虽然说他事后报警 警方在3小时之后就逮到人 但是呢他却发现到说 这一名窃贼他似乎是有备而来的 因为他当时是开着手套 来开这名黄姓男子的车 停好车去便利商店买个饮料 以为很快没锁车门 结果下一秒 一名男子用最快的速度 跑向车马上开走 他并不是车主 接上的时候 他就还在我前面先接上 手上就会戴一个像你们洗碗 还什么戴的那种手套 射箱手套 对 紫色的 很奇怪啊 没有人买东西什么的 戴那种手套的感觉就怪不 疑似早有预谋 戴着塑胶手套在外 爬爬罩寻找下手目标 3号凌晨4点多 黄姓车主就把车停在 蘇澳镇中山路的超商 买个东西就准备去钓鱼 钥匙就像这样 随意一丢车就被开走了 那时候就是感应器就放在车上 对啊 苏西有同学车站这样 狡猾的小偷也知道 偷车一定马上就被抓 所以只把车上的东西搜刮完 就汽车讨逸 果然三个多小时后就招到车了 距离失窃地方开车37分钟 当日极有热心民众报案称 该车辆停放于原山香 宜然警惑报后 立即派人前往该地点 发现该失车后 随即通知车主领回 后续全案一切倒罪侦办 打开后车箱果然都空了 原本放车上的钓鱼用具 还有其他物品 什么都没了 损失大约2万多元 怕麻烦觉得买饮料很快 就差那几秒 虽然最后爱车回来了 但失窃三小时 嫌犯到底去了哪 做了什么没人知道 或许偷窃只是个谎字 DBI新闻剪大神言身分宜兰 采访报导 好 刚刚有人提到 今天新话是几点会登场了 这个新话重点呢 主要呢就是在7点钟 新话主播就会来跟大家聊新闻了 那也有人提到说 本周的话重点是只有周一到周三而已 确实周四还有周五是一轮主播 来帮大家来说新闻了 那我们刚刚也看到 其实有很多人 也持续加入我们的留言区 来跟我们讨论新闻 也希望大家呢 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或者是在留言区都可以继续的 来跟我们做互动 那接着我们来看到的 就是在高雄小港区呢 是有一栋透天错 最近呢是因为这个房东 要把这个房客给赶走 没有想到呢 这个房客是不断的霸占 他不愿意离开 最后呢这个房东只好来报警 没有想到警方到场之后 竟然是爆发了这个肢体的冲突 而且呢还造成这一名这个房客呢 他是疑似是情绪失控 竟然是拿出了美工刀攻击员警 賴在朋友家不肯搬 请来警察处理 一人在污蔑和男子近距离劝说 一人站在房门口 这时突然失控 你不要激动 尚心激动耶 好 那你不要激动 主席 你不要激动 我做不到你好吗 你对我好 我做不到你好 把刀子放下来 警察要他别惊动 因为他手上还拿着一把美工刀 至于被他划伤的远警 当时忍着身体疼痛 一度还想将他压制在床上 最后同事要他先退出房间外 止血先以伤势为优先考量 退出了屋外 同时间也立刻线上叫支援 快打部队抵达时 救护车也到了 大火紧张受伤 帮忙引导车辆停靠 赶紧将人送医 凌晨三点多 小港雪府路的透天措 一楼平时是从事回收 实用废油 屋主住楼上 好心收留何信员工 住在其中一间的房间 最近双方起口角 屋主赶人 何信员工赖着不走 双方爆发口角 于是报警处理 受伤的四十岁少姓袁警 右手臂 脸和嘴唇有多处的撕裂傷 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住院疗养中 今年一月掉到派出所 过去是前证侦察队的议员 常接触刑事案件 这回接到民众报案电话 赶到现场 一开始采取柔性劝导 没想到情绪失控的 何信嫌犯抓狂 美工刀攻击 让身上配枪的远警 用肉体挡刀 驚险瞬间 考验第一线的临场反应 才没有酿成更严重的情况 TVBS新闻 赵丽高雄报导 好 接下来要来看到选战话题 也就是先前 其实蓝白一直在讨论 到底要不要合 不过现在最终是破局了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来回顾想一下 其实当时 有在前总统马英九 他的见证之下 一度双方是有签署了合作协议 无奈到最后双方 仍然是谈判破局 现在是各自来登记参选 但是现在有四个人 居然是被列为被告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也就是在画面当中的 这四个人 也就是前总统马英九 当作见证人 还有侯友宜以及科文哲 以及国民党的朱立伦 现在他们为什么会被列为被告呢 主要就是被指控说 这个蓝白盒的谈判 是涉嫌所谓的 违反了搓圆仔 汤的这个案例 那么其实这个科办 也对此做出回应了 他们讲说 其实这其实是特定人士的司法操作 希望可以不要浪费社会资源 上个月中马猪猴柯 这场闭门会 目的这辆蓝白 合推一组参选 没想到最后 不仅闹到翻脸 甚至还得法院见 提告马猪猴柯 公然搓岩子套 全力都办法庭 上个月十七号到北检 以涉嫌违反正副总统选拔法 捨押腾条款按铃告罚 现在包括 当天出席政党协商成员 马英九 朱立伦 侯友宜 柯文哲 通通成为被告 以选他自案侦办 更有律师提醒 柯文哲曾说过的这句话 有关键性意义 但被说抓到证据 当事人反映却很淡定 2014年台北市市长选战时 民进党就与柯文哲 达成政治协商的合作 最后由柯文哲 出战选台北市市长 民进党这样的行为 才是真正的把司法 当成汤圆 随便乱戳 像德国好了 自由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 绿党 三党合组联合政府 你说他们分账吗 你说他们是搓汤圆吗 完全没有国际知识 而乱讲一通的 这很多是烂述 都是浪费司法资源 合作就与布局 现在还要一起收拾残局 而被蓝运批评 把司法当作整肃工具 前一天总统蔡英文 重提马王政争 才是让政局不稳的范例之一 不落入绿营设下的陷阱 似乎也陷另一位自家人于不义 好 大家到底对于蓝白盒 有什么看法呢 也可以在留言区 跟我们互动讨论 不过现在既然蓝白真的 是已经破局了 所以大家更关注 现在成为了三个候选人 来互相竞争 所以他们的民调呢 也都持续的备受关注 而先前呢 曾经有非常精准预测 台湾选举的日本政治学者 也就是小立元猩猩 他最新又有一些见解了 他在11月的时候 评估了5家的民调平均来看呢 赖清德仍然是保持第一名 也就是33% 不过现在看起来呢 蓝白和破局之后 侯友宜他的民调是不断的往前进 也就是现在呢 跟赖清德之间 看起来差距是不到5% 侯友宜来到了29.4% 而柯文哲是在第三名 也就是23.3% 所以说现在小立元就讲到了 是不是又回归到我们原始的蓝白 也就是蓝绿双方的来战斗呢 也就是呢 现在似乎看起来又进入到了最后的肉搏战 而今天呢赖伴也说 确实他们并没有如同外界所说的躺着旋 大宇宙服叫肉镜只戴了帽子 誠意不能少 民主党总统参选 蓝清德青山公参乡 不过比起侯友宜柯文哲 兩人前一天就已经到现场参拜肉镜 蓝清德晚了一天 庙方依旧热情迎接 但蓝清德也真的要加把劲衝刺 因为曾经精准预言 台湾九合一大选的日本政治学者小立元欣信 直言他观察近期民调 发现蓝清德虽然保持领先 但是侯友宜支持度提升 蓝清德不是遥遥领先 而且选战最后可能进入肉博镇 点名对手侯友宜那就真的比一比这天两人公开行程蓝清德两个侯友宜三个黄金周末周日侯友宜 侯友宜三个赖清德两个不过二号上午赖清德去澎湖在赶场中台湾 一口气跑了七个辅选行程 侯友宜北台湾跑五个 侯友宜真招提名以来全国跑透透 反观是赖清德不仅做专机来跑选举 而且常常被笑着是躺着旋 直到肖美琴返台才回过神来 2024较进行程数量也成了攻防战场 好现在确实政治话题真的是非常的夯 刚刚在留言区像是X-Man就有说他觉得还有40多天 现在应该还不到肉博站 但是也有像是任小利就说到 似乎又回到了蓝绿之间的对决了 所以后续到底民调还会怎么走 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波动呢 我们都会持续帮大家来关注 不过接着我们来看到的还是在选战话题 也就是这个立委吴欣盈 他现在不只是有立委的身份 同时也是民众党的副总统参选人 他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就会搭机前往杜拜 来参加这个联合国的气候峰会 但是他先前不断被讨论的也就是他的国籍风波 但是这个风波到现在还没有停止 就被质疑说他在这个时间点出国 是不是为了要避风头呢 但是吴欣盈今天又开呛媒体 她说希望提问之前能够先查证 媒体联网每个答案最后必定谢谢收尾 我希望以后媒体朋友们问我事情的时候呢 自己会先去查证 因为这个公文其实在十月的时候 立法院的院长就发了 再度开窍媒体一旦比起过去态度相对修炼 澄清完还不忘补上这一句 本来就在我的行程上面了谢谢 而吴欣盈除了要当称职的副总统参选人 立委本职同样重要 现在介绍费红太费 邱太元委员 把民进党的邱太元喊成国民党的费红太 担任赵伟的吴欣盈印好不好意思 但没想到一小时后尴尬唱面又上演 都是没喝咖啡惹的祸啦 不过勺子化肯定跟咖啡没关系 美国中情局就曾预测 台湾今年的生育率全球倒数第一 排名的两百二十七 要挽救勺子化吴欣盈也力推人工升职法 卫福部有没有掌握目前民众 对代理孕母的看法如何 我们目前在草宇这段是把 含在对象都含在里面 包括蓝蓝都在里面 但是还是要搜到 寻求到社会最大的共识 吴欣盈的都从身份 好忙好忙 7VB的新闻李国正邱安柔 柴台报道 好刚刚在留言区看到William有跟大家讲说 说着说着二零二三就快要过完了 因为马上就要进到二零二四的总统大选 倒数不到40天了 那我们持续要来看到还有民进党的副总统参选人 也就是肖美琴 其实他跟吴欣盈一样都是有被受到 这个国籍身份的风波来影响 但是他今天到台中复选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正面的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他自己在2002年的时候 就已经放弃了美国籍 同时他也提到了这个吴欣盈 他说他不熟悉政治如果真的加入的话 未来真的是会非常的辛苦 而吴欣盈也回回答 他说非常敬重前辈会加倍的努力 不过那一阵部呢 其实最新的也公告了 也就是他们说三组的候选人 目前他们看起来国籍通通都是符合规定的 而现在看起来这个国籍的风波是可以告一段落了 但是现在内政部也遭到质疑 对比先前的吴欣盈的国籍风波 已经吵了非常多天 为什么肖美琴的国籍风波一出来之后 马上就调查清楚 站在战车上 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肖美琴 来到台中帮立委参选人庄敬成助选 面对国籍争议坚定立场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华民国国籍 所以也没有回复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 内政部才隔一天也马上回韩中选会 表示三组的正副总统参选人都符合规定 反观日前登记 就遭到质疑的民众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 这调查速度似乎是慢了半拍 就立法院的院长就发了 而吴欣盈被问到出国难道是在多争议吗 吴欣盈十足把握回答不怕外界针对 可能对政治来讲他是相对比较陌生一点 毕竟从政时间比较短 那未来的日子他也会很辛苦 肖美琴面对对手则说印象不坏 不过政治生涯比吴欣盈多走了好几年 肖美琴说他未来的日子会很辛苦 尊臣小美琴 业界前辈 吴欣盈回答问题简单俐落 字句中透出惺惺相惜的味道 意外隔空火药味不浓 全战倒数四十天双方继续为党各自努力 TPBA新闻水利反料反应 SNG小组台北台中采访报道 好我们接下来转换心情 在昨天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有关注雅锦赛 因为这个台韩大战 我们中华队是拿下了第一个胜利 这也是在大巨弹的第一场胜利 不过呢大巨弹明明就才刚开始启用而已 现在却被发现到在三壘外野的天花板 居然是漏水了 而昨天其实在台北是有下起了 小雨难道室内也跟着下小雨了吗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他就表示说 已经知情了事后会去做改善 也好在昨天并没有因为漏水影响到赛事 大巨弹三壘外野附近一直有水 从天上滴下来 网上看居然是大巨弹天花板在漏水 大巨弹漏水了 今天外面在下大雨 然后大巨弹漏水了 屋顶落下好几条水痕 场上外野手也向工作人员反映 议员也在咨询中批评 原生回应是施工过程管线结合不慎 产生渐性已经加强改善 不影响结构安全无余 也不影响牙井在赛事进行 有议员在先前测试赛时发现婴儿车 没有地方可以放 虽然正式比赛时有张贴告示 内外野各两处规划区域 但亲子厕所也还发现不够 当时就已经有民众反应 我觉得亲子厕所的部分 还有古鲁士的部分 在这一层 我开放的这一层里面 只有两天相当的不够 而且灯光的部分 还有它现场热水的提供不足 不只家长抱怨带小孩不方便 首场比赛当天 有转播单位人员拍到老鼠 说等了三十多年大巨蛋居然是迪士尼乐园 至少十只在地上爬 担心器材设备线路被咬断 不过这次首战售出一万七千张票秒杀 不过官方统计人次只有一万六千六百四七人 还有三百五十三人没有进场 是否因为黄牛购票没有售出造成空缺 以及各项缺失问题 目前远雄尚无回应 天月新闻综合报导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一起车祸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是在高雄有一名十五岁的少年 他是无罩驾驶 他跟朋友借了车子之后呢 竟然还带着两名朋友一起外出兜风 而这一名这个十五岁的驾驶呢 他其实是无罩的 而且根本就是未成年 载着另外两名朋友 也都是分别只有十七岁 也就是谢姓男子还有王姓男子而已 但是呢他因为不熟路况 虽然是跟朋友借了车子之后 竟然是自撞撞上了分隔岛翻覆 所以在画面当中呢可以看到呢 三个人其实是一度受困车内的 但是呢他们所幸是只有轻伤而已 送一只后并没有生命的危险 不过呢现在无罩开车 而且又是未成年 最重呢在家长还有这一名车主都会挨罚 黑漆漆的夜里突然车灯直射分隔岛 只见轿车直接跨越矮树里 当场翻覆 警方抵达现场轿车四轮朝天横躺在分隔岛上 还好车上三人自行逃出车外 意外发生在四号凌晨三点半左右 轿车行进高雄市新兴区民生与文恒路口 竟然失控反覆 车祸发生的地点在民生文恒路口 当时小客车自撞卡在中央分隔岛 而开车的驾驶竟然仅是一名十五岁的未成年少年 年仅15岁的少年还在学校就读 没有驾照竟然开车上路 还搭载两名同伴外出夜游 真的超危险 家长将年代受到处分 另外车主把车借给五兆者 也将被吊扣牌照一个月 并开罚六千到两万四千元罚金 但他似乎不知情 说是把车借给已成年的友人 再辗转出借 确实与否警方将进一步釐清 TVBS新闻张丽玲高雄报道 加勒福中原店在昨天发生了火灾事件 那么现在三名的疑似涉嫌纵火的男子恐怕要面临天价求偿 数据结果搞到以公共危险罪移送 就在检察官复讯后 三名中午男子裁定两万元交保 其中一人立刻拿出钱 但另外点火的二十岁郭信祖先机 他的同事无法拿出保释金 也没有家人愿意来帮忙 改为赤回但限制住局 连保释金都没有 但后续得要面临的问题可大条了 进到卖场一时贪玩却引发大火 为了救援卖场里不仅装潢遭毁 灭火时停车场也泡水 本来以为两三天就能恢复 但经过评估 短期内无法立刻营业 恐怕至少得花两周的时间 所以大条的就在这 因为桃园这家家乐福 是全台营业额第三高 平日顾客消费约1000元上下 假日不少家庭要补货 消费金额拉高2000起跳 平均来客数5000多人计算 周末光一天营业额就高达1000多万 4号下午厂商也有进到卖场检查设备 对外都很低调 因为影响的还不止卖场 商场内的12家餐厅及店家 也都被迫不能营业 没营收 员工怎么发薪水 零零总总加一加 暂停营业的这几天恐怕损失 至少高达1.4亿元 他们三人未来赔不出来该怎么办 这个金额是蛮重大的 那针对重大的金钱请求的部分 那可以去做那个假扣押 假扣他的财产避免将来 常制执行不到 都是还是可以透过保险 如果有保险的话 还是可以从保险那边取偿 不管如何 他们都得付出代价 因为珈乐福已经打算提告求偿 这把货烧出天价赔偿金 也让他们恐怕再也不敢贪玩 乱恶作剧 有夫人要求远警护抄 但是却遭到拒绝 打了110 拜托警方协助护抄 远警却要夫人自己叫计程车 但夫人希望能直接坐上警车 每捆10万元的现金总共150万 纯小姐当天到台北民生社区的邮局 领出这么巨额的款项 怎么敢随便走在路上 不是要坐你的警车吗 她说叫电车啊 你把我们警察当什么 然后说当时我好害怕 我就想说我带那么多钱 你又喊那么大声 然后又要叫我自己坐计程车 那我发生事故怎么办 然后他不理我 后来他就走掉了 确实市警局早就有多次宣导 春节期间民众提领大批款项 只要打110 就可以请警方护抄 不限金额也没有限制资格 有需要就会到 但各分局做法不同 有些会直接开警车护送 有些则是用警车或不行 陪同民众回家 但有远警叫民众搭计程车 警车跟在后方 刚好就是这次引发争议的做法 并需兼顾辖内警力派遣 及执行安全 雇请民众搭乘计程车 由警车全程陪同护送 应该是要明定一个护抄的规范 比如说什么时间 以及什么样的金额 可以请远警来护抄 护抄服务让民众安心提款 又能避免抢案 但议员认为警政署应该明定 护抄规则 包括金额以及护送方式 避免双方在认知上有落差 枉费了当初的利益良善 外送平台公布了消费者近期的点餐习惯 葱和香菜是很常见的配料 不过很多人是避之唯恐不及 那么你呢 你是哪一派 我觉得是可能香菜 那个味道有点太浓 我们是OK的啦 应该是葱吧 葱比较呛 香菜比较香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香菜 葱派还是香菜派 各有拥护者 不过外送平台最新调查 消费者订单中不要葱比例 占了5% 有多达20亿万多比 也显现讨厌葱的人比香菜还要多 大家超级不喜欢吃葱 甚至不喜欢吃葱的人 是不喜欢吃香菜的人的2.3倍 调查还发现 台湾人爱吃辣 其中又以小辣订单多两成 是大辣和微辣的5倍 至于两大外送平台热搜排行 分别以蛋品销售第一 紧接着是牛奶以及泡面和豆腐 另一间平台则是素食早餐火锅 多人搜寻 另外还有点不到的热搜排行 隐形眼镜快筛试剂都上榜 司机有送过五斗柜 塑教五斗柜 有客人要求司机帮忙带买 像是酒类或是烟瓶 外送平台要抢话题 这回还找来当红球星林书豪 和资深主播沈春华代言 其中林书豪透露自己最常点的是 做饭用的蒜头以及雪花冰 沈春华则说最爱油条 很多起司 汁酱 这些比较不健康的油炸的这些 我没算过 我不知道可能 很多吗 十个吧 外送商品比多元比价格 代言人也是比拼新战场 DV的新闻脸 张慧仙看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